这是网上爆火的一个问题 既然人人都要死亡 那么人生的积极是什么 几千万浏览 近十万条回答 下方的评论让人大感激外 没有积极 只是活着 似乎每个人都悲观厌世 如果你也好奇这个问题 那么请看完这部电影 82万人打出好评 他可能改变你的一生 乔宜是一家学校的音乐代科老师 年轻40的他 没有爱情 没有失业 生活更是一团糟 就连破断的短裤 还要让妈妈防补 几乎是所有人眼中的失败者 混沌十几年 今天终于迎来转战的机会 有编制 有医疗保险 还有退出金 母亲非常高兴 见人就要炫耀一番 但他似乎并不开心 因为这不是他的梦想 他的梦想 是和音乐叫威廉姆斯 同台演唱 这天他接到朋友的电话 偶像需要一个钢琴师 他知道机会来了 兴奋能向会场冲去 得知他是一名中学代科老师 威廉姆斯很势不屑 但是乔宜 凭借起惊人的天赋和诈实的功底 踩着萨克斯就能弹奏起来 完全临场发挥 他精湛的机器和应变能力 让偶像刮目相看 立即决定让他加入乐队 乔宜太惊喜了 即将结束人生的折服期 梦想很快就要实现了 可老话说得好 天狂必有雨 神狂必有祸 乔宜淹死了 他的灵魂来到一处漆黑的世界 这里是山之彼岸 也就是山命的尽头 所有的灵魂汇入星河 也就意味着你山命的终结 乔宜不能结束这一切 他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人生还没有过成想要的样子 怎么就要结束了 他疯狂的往回跑 嘴里大叫着 我不能死 我要回去 我还要做一名音乐家 慌乱中 他跌下名道 进入一个量子能量场 通过一道石框门 来到一处神秘的世界 这里叫做山之来处 也叫心灵学院 外形成圣的灵魂管理员 名叫杰瑞 他告诉乔宜 这里的灵魂 只要通过心灵学院 找到各自的性格爱好 就可以通过地球传送门 返回地球 乔宜一听可以回到地球 他迫不及待的一跃而下 一次 两次 三次 他很纳闷 为什么无法回去 这是另一名管理员杰瑞出现 让他当然心灵学院的导师 如果不愿意 可以回到山之彼岸 乔宜只能勉强救治 他来到学院大堂 从杰瑞这里得知 每个灵魂都可以进入 包罗万象的万物殿堂 体会地球上的一切 从中寻找生命的火花 点亮火花就可以前往地球了 接下来 每位导师都会匹配一位灵魂学员 乔宜带领的是21号灵魂 这可是个王国派 他已经来到这里几千年了 没有一位导师 可以帮他找到火花 包括特雷莎兄弟 哥白尼 拳王阿里 玛丽 林肯 荣格 都是哭着失败的 他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不想回到地球 乔宜提出一个计划 帮助21号获得火花 拿到地球通行证 然后把通行证交给乔宜 这样乔宜就可以回到地球了 他们来到万物殿堂 这里的人只有灵魂 没有肉体 感觉不到嗅觉 味觉 痛觉 乔宜让21号尝试了多种职业 消防员 画家 图书管理员 化学家 运动员 政治家 宇航员 没有一份工作 让他对成为人这件事感兴趣 21号也无法理解 乔宜为什么对活着那么执着 你一事无成 活得那么失败 居然还想回到人间继续活着 为什么 这事有点意思 21号见他如此痴迷 带着他来到另一个新世界 这里是望我直径 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交界处 一个人专注到望我的境界 都会来到这里 他只要随意进行了谁 现实中就会有人因为突然清醒 而出现失误 就比如在胡人队 关键石和掉链子 都是在22号岛的鬼 当然这里也有很多人 因为在现实中放不下心中的执念 整天焦虑不安 变成迷失的灵魂 在望我直径里 前方出现一辆彩色帆船 船长月之方经常会来这里 打了那些失落的灵魂 帮助他们回到人间 也许快乐变成了执念 那就叫失魂落魄 月之方在地上打开一个通道 乔一急动把22号带来下去 他们一起来到了人间 乱了乱了 他死而复生 却灵魂颠倒 别人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身体 他的灵魂进入了猫的身体 被猫的灵魂去往了生之彼岸 乔一祈求机身救救他 可是机身只能听到喵喵叫 唯一的办法 只有找到月之方 帮助他们换回灵魂 可是22号不适应人类的身体 走起路来跌跌撞撞 电梯按钮也按不准 第一次来到人间的22号 被城市的草杂吓坏了 他是自己身体饿了 于是给22号找来一块煎饼 22号好奇地尝了尝 简直太好吃了 这东西好像还不错 21号开始对地球感兴趣 他们找到月之方 让他帮忙调换灵魂 因为乔一必须在七点参加演唱会 当时月之方告诉乔一 仪式的时间是六点半 中头的半个小时 他导航先回家做准备 打车时 刚好被乐团的威廉姆斯看到 他在肮脏邋遢的样子 让威廉姆斯厌恶 他们踩到家就接到电话 乔一被乐队开除了 他决定立马去抢回机会 没有人可以阻止他的梦想 22号也决定好好体验一下 他穿上西装 准备再整理一下发型 可一不小心就成了开山之作 乔一决定去找好友拯救发型 他们来到发店 22号要了一个棒棒糖塞在嘴里 一边礼发 一边和在场的人唱聊着学 人总是要死的 干嘛那么费劲活着呢 听得大家津津有味 毕竟乔一在身体里 是一个几千年的灵魂 而且还有 大家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 可你怎么知道自己生来有什么用 而且万一你也不是那块料呢 老大也说 他当初没想当理发师 本来是想当兽医的 可阴差阳错当了海军 退一了想去学医学的时候 女儿又病了 学习理发便宜一点 就去学了理发 现在反倒挺开心的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治病救人 乔一似乎若有所思 林别师 老大很高兴 因为乔一不像以前一样 只会聊音乐 乔一也计时到 这个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竟然是第一次了解他的生活 显得有些惭愧 二十二号灵魂 似乎开始感受到地球的火花 在店门口搞怪 让栏杆发出山响 在同风口上及服飘扬 原来成为生命确实有些意思 他去解帽子的时候 距离转业灵魂的时间快到了 他只能带着二十二号去找母亲 去的路上 二十二号看着几套小哥 心里说不出的喜欢 于是把饼干翻了他一块 乔一在地铁上抱怨 坐地铁又臭又热又用紧 看着这些低头走就特别压抑 幸运的是 今晚站上舞台 实现梦想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烦恼了 乔一来到母亲的采访店 母亲抱怨他 为什么奉着阿晚的工作不去做 非要叫他去演出 也许父母永远无法理解孩子的梦想 也或许只希望孩子简单快乐 他四十岁的身体里 有着一个千年的灵魂 可他每次裤子破了 还是要找母亲 母亲希望他不要那么幼稚 不要整体想着参加音乐会 能安安稳稳的工作 乔一也介绍千年的灵魂 说出了心里话 孩子很多时候无法向父母谈成 因为孩子做什么 得到的都是反对 乔一心里只有对音乐的热忱 这是乔一第一次敞开心扉和母亲说话 母亲也终于理解了乔一的内心 至少比起稳定的工作 乔一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是快乐的 他让乔一穿上父亲的高级礼服 他们提前到达了音乐会门口 坐在台阶上 他身体里的二十二号开始陷入思索 看到牵着小手的父亲 闲谈的闺蜜 风中的落叶 他在用心感受地球的一切 我总说生活没意思 不过 你看 我发现了这么多东西 你妈妈就是用这个小可爱 帮你改好了衣服 我紧张的时候 老代给了我这个 地铁上有个人大声吼我 吓坏我了 不过 害怕的感觉也很奇妙 是乔一让他知道 什么是有目标 有热情 他开始喜欢上世界的一切 也许看天空是我的火花 或者走路 我现在很擅长走路 对于乔一来说 这只是平庸的活着 所有人几乎发现不了其中的美好 他们决定好交换灵魂的时间到了 月之风战要开启一事 可二十二号反悔了 他要留在地球上寻找自己的火花 而此时 星际里深知彼岸的管理员 发现了灵魂数量不对 他来到人间 把乔一和二十二号带回去 他们惊奇的发现 二十二号的火花被点燃了 他拿到了去往地球的通行证 这真是奇迹 乔一完成了几千年来无人完成的壮举 虽然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完成的 二十二号也不确定 是什么点燃了他的火花 就在他前往地球的时候 他记事到 是乔一的身体让他找到了火花 点燃了通行证 按照之前的约定 他把通行证给了乔一 乔一复活了 他非便来到音乐会 他再次找到威雷姆斯 凭什么用你 我活在世上唯一的追求 就是演奏音乐 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弹琴 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 他很确定 钢琴就是他生命的火花 威雷姆斯被打动了 乔一再次获得机会 他的演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所有人为他热烈鼓掌 可是实现理想的乔一 看起来没有那么开心 威雷姆斯讲了一个故事 以前有一条小鸡对老鱼说 他想找到一种这大海的东西 老鱼说 大海 你就在海里呀 小鱼很惊讶 这个 这只是水 我想找到的是大海 人生就是这样 你获得理想的感觉 其实你早就拥有 只是你不曾体会它的存在 一心计为只有理想可以 乔一陷入成词 看着沧桑的自己 看着疲惫忙碌 各自刷着手机的人 这么多年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并未获得多少快乐 反倒失去的不少 其实让上面美好的 不一定非是梦想 也可以是很简单的东西 可以是飘落的花瓣 可以是一块煎饼 可以是半个甜甜圈 如果上面的火花 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那么树上间 露下来的温暖阳光算什么 夜空下 那璀璨的烟花算什么 那陪伴我们老去的亲人算什么 拂过脚面的清凉海水 又算什么 不珍惜这些 让我们温暖的东西 组成了上面的本身吗 不珍惜这些不起眼的东西 构成了举举万物的本源吗 这时乔一想起二十二号 他来到万我之境 找到月之风 月之风告诉他 二十二号自从地球回来 就变成了迷失的灵魂 乔一找到他后 他并不想去往地球 因为乔一之前说过的话 深深伤害了他 乔一把一片花瓣放在他手中 二十二号似乎又被火花点燃 乔一把通行证还给二十二号 这一次轮到他了 送走二十二号 乔一的灵魂要求往山之彼岸 也就是死亡 他没有畏惧 至少二十二号不曾拥有的 他都拥有过了 这时候心灵学院的杰瑞出现 他表示 在这次事件中深受启发 决定再给乔一一次山着集会 乔一终于获得了由奈而外的新生 现在你知道 身边的记忆是什么了吗